欢迎来到四哥说事 我是小诗 最近有很多粉丝向小诗反映 说找我常常都不在线 小诗在这里的话 向你们说一下 就是小诗白天的话 可能会比较忙 然后只有晚上的时候 才会有点空嘛 就比如说我现在在录视频 现在的时间是晚上12点多了 给你们看一下 12点13分 今天刚好也有一位网友 和小诗聊天嘛 然后他是关注我 也是非常久了 算是一位老粉了 他是在网上玩那个飞前走兽 玩了差不多有三年 输了160多个 最近的话也要开始戒毒了 所以说今天找我来聊一下 对于飞前走兽的话 大家应该是并不陌生 很多老哥可能也都有玩过是吧 那这个飞前走兽的话 到底有没有控制呢 答案肯定是有的 因为像这种飞前走兽 这类程序的话 是最容易控制的 电子类的游戏 它们只需要在后台设置 它的输赢百分比 然后你们过去玩的话 基本都是输得多赢得少 那么为什么 这类的电子游戏 会让玩家如此的成名呢 就比如说飞前走兽 老虎机 水果机之类的 之前都是在实体店玩的 现在全部都搬到了网上去 是吧 这类电子游戏的背后 它不仅仅是设置好了 输赢百分比这么简单的 其实它们背后的话 还有一个名字 叫做精算师这个职业 这个精算师这个职业呢 是专门就是为玩家设置的 它们的主要目的就是 让你们快速的沉迷进去 这类的精算师 它们会通过你们每一期的 压注的号码 下注的习惯 还有就是充值金额的大小 来给你们调一些报的倍率 就比如说当你充值到500 或者是充值到1000的时候 给你报一下 并不是说简单的设置成一个 百分比放在那里 然后如果说有玩家过来玩的话 让你们形成一个 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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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这种局势 是吧 这种的话可能就会留不住客人嘛 所以说 这类的精算师出现 就是为了 让你们快速的沉迷进去 网上的这些定制游戏 全部都是有后台控制的 所以说大家尽量都不要去玩 先不要说网上的都有控制 就比如说你们去菜市场买菜 你们有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不良商贩 在乘上的话 他都有可能做手脚 就比如说这些网络上虚拟的东西 你们想想看 他们的操作空间该有多大 所以说大家尽量不要去碰 网络上的这些东西 像今天这位老哥一样 他玩了三年的飞行走售嘛 然后总的进去了差不多160个左右 你想想看 如果说这160个没有进去 他现在生活也算是一个 可以说是一时无忧了吧 是吧 不过这位老哥的话 现在也是看清楚了 这里面的套路 基本的话也明白了 是一个怎么回事吧 现在也要开始就是要去戒毒了 可能初步算了一下 要一年多才能往美上岸 也希望这位老哥能早日的赏 也希望通过这期视频的话 能让大家了解一些 网上这些定制游戏的一些猫腻 好了 这期的视频就先到这里 如果说喜欢小时视频的话 大家可以顶赞转发 如果想看更多精彩内容的话 大家可以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